这个稳经济还是为了保住这个二十大的召开 就是保住习近平能够平稳的上位 这一句话才是重点中的重点 大家好 透过热点分享观点 欢迎来到德传媒 我是Gary 那今天呢 我们主要讲一讲这个王岐山 他圆满的完成了在韩国的任务 一项特殊的任务 所以啊 这个美国的拜登政权妥协了 那今天最直接的结果 就是我们看到布林肯的对华政策的演说 这个就再次坐实了啊 这个拜登政权 美国的拜登政权啊 不是美国 是拜登政权与中共狼狈为奸 那另外一个呢 是李克强跟习近平之间 他们继续唱二人传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头条新闻 以这个形式发表有关 中国经济更见光明的评述之后 这个李克强随即与下午就召开了县级以上的这个 下至县级的这个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 声称啊 是经济更困难 更艰难 并须尽快降低失业率 这李中堂这不是给一尊上眼药吗 那一尊刚一顿吹牛画了个大饼 回头就被李中堂浇一盆凉水 而且这个李克强在十万人大会上 竟然没有表示支持清零 没有坚决领会这个领袖的意图 甚至呢还没有提到一尊 这到底是啥意思呢 那这节目啊 我们就来聊一聊以上话题 那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呢 咱们说两句废话 第一点呢就是最近的节目啊 我跟以前的风格有点不一样 实际上呢 我的观点并没有什么变化 只是啊 因为前段时间我被这个YouTube警告两次了 所以近期大概两三个月之内 我都不会说太敏感的话题 但是我的观点是没有变的 那对于这个中共内斗啊 这些东西什么听床 这些东西啊 大家就当听笑话就好了 因为中共内部的这些东西啊 大部分都靠猜 所以这专家那专家呀 前两天还说这个美国 你看这拜登不是说了吗 啊 要武力支持这个 如果中共敢这个武力入侵台湾 这个拜登呢 就说啊 我们会武力支持 结果呢 看看这个布林肯的这个发言一出来 大家都傻眼了 所以这个事情就不用太认真 大家就当听个乐 对吧 好 我们废话不多说 正式进入主题 5月25日 日经亚洲评论 资深记者 中泽克二撰文就披露 5月10日啊 习近平的特别代表 中共副主席王岐山 啊 赴韩国出任新任总统 这个尹锡悦的就职仪式 其实呢 是担负着另一个任务 就是向美方发出信号 希望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 能够重回正轨 这两个就是 你方唱罢我登场 大家就是演戏而已 何必那么认真呢 据熟悉此事的消息人士透露 在这次短暂的访问中 王岐山试探在不久的将来 能否进行某种美中高级别官员接触 那中泽克二认为啊 这个王岐山的韩国之行 还表明 尽管有传言啊 说习近平和王岐山之间有裂痕 但是啊 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啊 依然是稳固的 那中泽克二的文章中就表示 这个习近平选择了 他的长期盟友王岐山来传话 王岐山呢 这个过去长期负责监督中国的 什么金融啊 商业部门与华尔街这些大恶吧 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那文章引述了知情人的消息 说王岐山在短暂的访韩行程中 啊 以在美国政商界的人脉啊 这个像以美国副总统 贺锦丽的丈夫就咧着大嘴 那个她的丈夫啊 第一夫 后来好像有一次还被误认为是第一夫人 这个是第一丈夫吗 这个 为首的这个美方代表屯 发放中方已经准备好的对话信号 以试探在短期未来啊 两国间能否做出某种高级别的接触 看来背地里他们还在接触吗 这个中则科二认为这是一个恰当的时刻 那首尔的节日气氛呢 和城市的喧嚣使王岐山可以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啊秘密的行动 由于这个习近平的 口味的清零政策和打压私营企业的经济政策 这中国的经济啊 正在挣扎之中 这也让习近平现在不能对美国采取强硬的态度 那已经有中方的官员就预测了 说双方领导人可能在五月底就开始通话 那中则科二指王岐山的举动 大概在一周后吧 就获得了这个成果 那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5月19日突然就吴征兆的暗示拜登与习近平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进行交谈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拜登政府啊 就是放出风来说要准备降低关税或者免除一些关税 这个都是演戏给大家看了 基本上最后还是这个拜登跟那个共产党是狼狈未见 这也从侧面证实啊 在此之前这个中美高层之间的沟通非常顺利 中则科二分析 在政治风向变强时啊 习近平求助王岐山啊 在经济突然下滑的情况下 习近平至少需要中美关系保持稳定 啊 这就是王岐山去这个韩国啊 他做的一些事情吧 他呃 完成了习近平交给他的秘密任务 那有人说这个王 王岐山跟习近平他们不合 那即使不合王岐山现在敢怒不敢言 因为军权在习近平手里 是王岐山一手把习近平扶上去 这个在他上台之初嘛 这个习近平这个根基不稳的时候 王岐山就是竭尽全力啊 拼老命这个帮习近平打江山 结果江山稳固了 这个呃 王岐山呢 也被晾在一边了 那王岐山现在是没有办法 习近平让他干啥 他就得干啥 哈哈 他他没有他选择的权利 那王岐山在工作做的不错呀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 这个布林肯 他的对华政策 布林肯的发言总结来说呀 就是都是片仓化 避重就轻 没有多少有用的 主要针对俄罗斯是一顿攻击 但是针对真正的敌人 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中共啊 他却是表现出 说是两个伟大的国家 没有理由不能和平共处 就是还是要跟中共狼狈为奸了 那共同分享促进人类进步啊 就是啊 一起闷声发大财 这就是他们这个暗语吧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啊 请朋友们也不要指望 现在的当今的美国 这个腐败的政府 这个投票的政府啊 他们能跟他们去反能反共 所以大家就不用抱这个希望了 这个中共的他要亡呢 也是亡于他的内部 就是内部他的这种争斗吧 那我们再来看看啊 就是现在 李中堂跟这个习近平玩的二人传 那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纽约时报啊 李克强警告清零政策 引发经济放缓 那与习近平的立场形成反差 那在与全国十万多名官员 举行的电话会议上 李克强就表示 中国经济的严峻形势 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超过了2020年疫情爆发之初 要求必须抢抓时间窗口 努力推动经济重回正轨 他此前呢 还试图安抚外国高管 表示中国将在防疫与保增长之间 找到平衡 怎么能平衡呢 我觉得想这个问题啊 这边都给你清零关家里了 那边要怎么平衡呢 你想要这个恢复经济 就得有人呢 有人来做这个事情 有人来推动这个事情 结果人都关在家里 动不动就整个整栋楼 整栋楼拉走了 这个就是没办法的办法吧 就只能说这种片上话 习近平一直呼吁官员 更加严格的执行新冠清零政策 你看这个李克强 没有在会上提提习近平 引发了人们对两位领导人 这个在防疫政策上啊 出现的冲突的猜测 其实不用猜测 两个人呢 就是一个唱黑脸 一个唱白脸 就是共产党经常干这种事情 比如这个呃 军队中啊 有一个叫呃 就是有一个主官 比如说团长 政委啊 有时候一个唱黑脸 一个唱白脸啊 团长呢 把这个人一顿批 然后政委呢 就去做做思想工作 假惺惺的 实际上啊 就是习近平在利用李克强 他让他到前台来这个张牙舞爪的 然后真的要是做好了 那就是一尊领导有方 那如果是做不好 那李克强就得背锅 啊 这个我后面再讲吧 那我们再来看法广的报道 那直属中共的人民日报 25日在头版头条位置 刊登新华社的记者署名文章 标题是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一定会更加光明啊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统筹 推向高质量发展高水平 安全竖评 那在近7000字的文章中 记者描绘在习近平核心统筹下的各项发展 显见中国正在复兴 都关家里复兴是吧 意向世界宣誓啊 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一定会更加光明 同日下午分管经济的李克强啊 这个总理李克强罕见的召开 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 那中国媒体估计啊 这个由于参与者下至县级 估计人数有超过10万 规模之大历来很见的 那李克强在视频会议上 这个描述的是经济困局 也与习近平这个描绘的光明前景 有所不同啊 唱反调吗 那根据中央电视台 这个网上的报道 李克强在会议上就指出 受疫情和俄乌冲突等超预期因素影响 那自4月份以来 一些经济指标啊 明显走低 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 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更大 当局会将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着力保市场主体 保就业保民生 这些就都保不住了 基本上就要 所以才会喊口号吗 缺什么喊什么 并要求部门于上半年落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 所确定的政策 以及在本月底之前 推出国务院会议稳定经济措施的实施细则 那媒体又指出说 李克强在会上提出两大目标 就是要实现第二季度经济增增长 以及失业率尽快的下降 否则经济有划处合理区间的危险 实际上他就没有在合理区间 这就是 情况 刻不容管 就是非常紧急了 已经这个就是快无可救一号了 另外呢 面对中共二十大将于秋天召开 李克强就形容啊 稳经济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你看 这个稳经济还是为了保住这个二十大的召开 就是保住习近平能够平稳的上位 这一句话才是重点中的重点 各地各部门要防控好疫情的同时 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任务 防止单打一 及集中做一件事情 而不顾及其他方面和一刀切 那有关的说法呢 与习近平在政治局上把清零提升为总方针 并需坚持不动摇啊 是略有不同的 我们看到李克强和习近平啊 他们的不同教实际上啊 并没有什么矛盾 是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 那这个中共问题专家林何利 那他也说 众所周知 中国的经济权不在李克强手上 现在因为中国经济出现大问题 才取回部分主动权 而李克强昨天在这个视频会议上 这个表现呢 必然是得到习近平的首肯和至少是知道的 那由李操刀去动员挽救经济 成功解决了 那功劳就在习 你看那反之就有李克强背锅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那李克强啊 就是这个 就是就是一小丑 就是呃 这个为习近平提携的这么一小丑而已 用不着的时候呢 就把它滴露出来 让他在前面耍 那用不着的时候呢 就赶紧放一边 就比如说 这个中共病毒刚爆发的时候 不就是这样吗 一开始是让李克强挑出来啊 去去这个啊 控制疫情 结果这个呃 习总一看不对啊 这万一要疫情被李克强控制住了 那不是这一尊这大脸往哪放啊 不行 有他亲自指挥亲自领导 就结果就指挥成今天这副德行还在清零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呃 全部的内容了 好感谢你的点赞 订阅点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拜拜